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中天新聞 開放新中國節目 AI也是人工智慧 被認為是21世紀改變人類生活 最偉大的發明 美國白宮一份報告指出 中國大陸在AI的深度學習領域 所發表的論文數量 已經超越美國 而知名的國際會計師 事務所也指出 與人工智能相關的增長 到了2030年 將會使得全球的GDP 提升到16萬億美金 而其中半數歸於中國 確實中國大陸也從不掩飾 想要借助AI 實現國家復興 以及重返世界領導位置的雄心 而隨著這個深度 學習演算法的成熟 大陸首先在電腦視覺 還有聽覺的領域 獲得重大突破 像是電影中 我們常常看到的人臉識別 目前已經在生活 消費 防恐 等各個領域大顯身手 可能你現在感覺 還不是太明顯 但人工智慧的確 開始在各個角落 守護我們的安全 1998年 好萊塢電影《全民公敵》將侵犯隱私的監視器世界搬上大螢幕後 不管當時的你相不相信 他終究預言了一個充滿機器之眼的世界即將到來 比如說不太識別 靠你走路的姿態 靠他但沒戴帽子 戴什麼樣的帽子 穿什麼衣服 什麼顏色的衣服 什麼鞋子 甚至什麼品牌的衣服 都能識別出來 電影中人臉辨識的劇情 在幾秒鐘內完成與幾十億數據庫 比對的圖像辨識技術 其實已經存在在我們身邊 所謂的機器之眼 從能看見到能看懂 發展神速 早已經不是你我能夠想像 掃臉就能進門 刷臉就能支付 在金融領域應用上 你的臉可不是隨隨便便就能盜用 因為電腦有能力分辨 機楼前究竟是真人 還是面具或圖片 這也代表著 過去必須本人親自 零貴辦理的業務 未來都可以透過手機 隨時隨地就能搞定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會有一些隨機的 這種動作的序列 所以本帳來 無論是一張固定的照片 還是一個預先錄製的視頻 你可能都是一個固定的模式 而我們可能因為 有不同的動作組合 我會給你臨時 會給你一些指令 所以只有一個活人吧 他才可能非常好去做交互 不再僅僅是影像與圖片的記錄者 電腦變得能判斷 能分析 甚至能讀懂我們的動作與表情 賦予電腦這種功能的 是一種叫做深度學習的運算法 就是它讓大陸人工智能近年的發展 像是打通了任督而埋 算法這個東西 實際上很多年前都有 但是因為計算能力的不夠 所以它一直算法沒有承受起來 而在這個時點 正好算法借助這些的 雲計算大數據的力量承受起來了 更重要的是比如說製造業 供應鏈業 還有包括我們那個數據分析的等等 這些能力都承受起來了 所以正好在這個時點 人工智能能落地能商用 內力突然大增的中國大陸 在全球人工智能大潮中 佔上了浪潮之巔 根據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2017年全球50大最聰明榜單 中國大陸就佔了五分之一 而年僅28歲的印齊 與它同樣年輕的團隊 就衝進了這份榜單的第11名 中國這麼多IT人才 中國有最大的人口 同時這裡面可能 包括我們可能有最多攝像頭 我們有最多手機 我們還有這些 其實這種終端的 不同類型的智能終端 都包含很多很多傳感器 而每個傳感器都在不斷地 去獲取新的數據 所以中國在很多的 無論是應用場景 包括數據上 都變得更加豐富 量也更大 機器直眼在逐漸改變世界的同時 人工智能的另外一個領域 腦機融合技術也正蓬勃發展 畫面中 這隻猕猴正在用意念 操作機器手臂 只要機器手碰到了紅點 猕猴就能喝到水 我們把猴子當作 一個癱瘓的病人來看待 就是一些癱瘓的病人 通過自己的意念 然後去控制一些機械臂 去抓取一些水杯 或者一些食物 去完成它的一些 基本的生活需求 腦機融合技術 不僅將大大改善 殘障人士的生活 在未來透過腦機融合 來操控機械或其他生物 就像電影阿凡達一樣 將不再只是虛構的劇情而已 包含腦機融合技術等人工智能的發展 讓過去還只是未來的變成現在 只是在我們享受飛快進步的同時 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 面對那個監視無所不在 腦波可以被讀取 甚至用意念就可以操控一切的未來 這些都是全球從這一刻起 將要面對的課題 一個最近大家非常關注的疑問 也被這個人解開了 大陸山東刑事局有一位警官 叫林宇輝 她有個特殊技能 可以憑著模糊的監視器畫面 精準的畫出嫌犯模樣 過去因此爭破多起懸案 連國際劍事專家李昌瑜都讚不絕口 因此就推進她 來協助美國警方偵辦 大陸女留學生張盈盈的失蹤案 而林宇輝沒有辜負期望 她只憑著張盈盈最後上車的 這段很模糊的畫面 就畫出了坐在駕駛座的嫌犯樣貌 相似度高達80% 連美國警方都嘖嘖稱奇 模糊到不能再模糊的監視器影像 停格放大再放大 山東刑事警官林宇輝 絞盡腦汁望著的 這是北大碩士張盈盈 在美國失蹤前的最後影像 防疫學者張盈盈 就是在這個公家車站的旁邊 向美國伊利諾大學 擔任訪問學者的張盈盈 今年6月9號搭上黑色教車後 從此仿佛人間蒸發 唯一的線索 只有這一段解析度極差的監視器影像 美國警方透過刑事見識專家 李長盈博士 找到了山東刑事局警官林宇輝 希望讓案情能有問題 有不同想法 模糊的画面 不用说画人像 连基本辨识是男是女 都像是天方夜谭 专门负责形式模拟画像的 山东景观林雨辉 又有何能耐 能够画出车内嫌犯的模样 心里话还是凭一种经验吧 要说起来还有一种责任 我也可以不解这个事情 这么难 我万一我画不好不丢人吗 我叫林雨辉 十年我画了七万张人像 每张脸都有可能 帮我破获一起重大案件 十年我一直在寻找 人们样貌的密码 在现代视频技术 已经非常发达的今天 我坚信 我的画笔依然有力 而且不可替代 林警官您好 大老师好 欢迎您 欢迎您 欢迎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美国警方为何不辞千里 愿意分享资讯 寻求远在山东的林雨辉协助 原因就在2016年底 李昌玉见证了一场 林雨辉的画笔神迹 节目中林雨辉必须从 三张失真的马赛克图中 画出人像 并在现场48个人当中 找出画中人 三位全中 太厉害了 百分之百的正确率 让担任嘉宾的李昌玉 对林雨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只是节目归节目 事关人命的张颖颖案 林雨辉究竟如何能够评凑出 连美国警方一时之间 都束手无策的嫌犯样貌 搞这项工作呢 你知道这般变 你要懂得那个般变 有一句成语叫 会一般而知全报 我给我自己的要求就是 要既然做这个模拟画像工作 你必须要有 坚实的人像的这个功夫 凭这十年来 画人像的经验 林雨辉从模糊的车窗里 试图拼凑驾驶的长相 连眼神都能靠画笔 凭空想象 给我当时的一种感觉 我看到以后 就感觉这个人 就是相貌 是比较凶的一个人 我画这个五官之后 画完以后 也是反复地在图像里面 在找一些蛛丝马迹 所以还有几针 我有发现 先人好像带了一个 叫棒球帽式给 给我这么一种 隐隐戳戳有这么一点 所以我就决定画两幅 只要是有一点可能 我们就不能放弃 两张画像传回美国 美国警方立即与案发 多日来锁定的目标比对 林雨晖自认有六成 可能的相似度 吓坏了美国警方 模糊的影像 居然能判断出 嫌犯刘有胡子 更不用说 那几乎高达八成 相似度的眼神 美国联邦调查局 负责案件的人 看到以后 感到比较震惊 就是提供了这么一个 低像素的视频 他居然还能画出来 感觉还是比较佩服 如今林雨晖画像中的嫌犯 已经遭到起诉 全靠自学 就如此神奇画工的林雨晖 也因此将加入国际刑警组织 要将模拟画像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 继续发挥它 无可取代的功能 我的目标是 让罪恶无处可逃 再来看台湾有旅游达人 在北京故宫附近的 胡同的老房子里面 打造了这么一个 独特的空间 这里本来是个猪肉铺 那么现在 不只是他们的工作室 也是一家餐厅 精通厨余的女主人 周游各国尝片美食之后 吸取经验 推出了自创的丝厨料理 吸引了海内外掏客来尝鲜 拥有微博粉丝21万 大陆媒体称她是 在故宫边上 打造生活美学空间的台湾人 紫禁城北面的沙滩后街 在清朝属于皇城 如今还保留着老北京的样貌 不时可以看到外国游客穿梭 离紫禁城走路只有五分钟的距离 在这个非常不起眼的这个胡同里 连招牌都没有 甚至门牌都没有 却有台湾人在这里 打造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空间 来 我们的位置在里面 我推开门 让我就有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 它有一定的设计感在里边 虽然很淳朴 但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木头吊顶 红色砖墙 这个空间有点像家 又像一郎 其实这里本来是个猪肉铺 王林芳和贴簿导演 这一对台湾旅游达人 取得这个老房子时 本来还没有想到要开餐厅 老房子都有它原本的温度和感觉 这就是我想要在这个房子里面保留的 其实我们第一个浮现在脑子里面是 这应该可以是一个不错的摄影棚 如果它是一个摄影棚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摄影棚里面 完成所有我们想玩的一些事情 对 包括不管是做菜 还是在这边做展览 还是在这边跟朋友做一些文化的交流 王林芳是个美食家 向来对吃很讲究 而做菜正是他想玩的事 本来就精通厨艺的他 周游列国行走各地之后 汲取精华 自己研发菜单 这什么汁好棒 这是菠菜回底的一个汁 这个酱汁沾着刚刚那个面包很好吃 然后这个鸡肉会有点咸 因为它是经过熟成处理的 它所有肉类料理都是熟成之后进烤箱 厨房里没有油锅 不做煎炒炸 从沙拉酱到左餐的酱汁 全部用天然食材自己做 菜色以西式为主 从前菜 主餐到甜点 都在这个只有三瓶的小厨房里做出来 而最为惊艳的是这道台湾雕 马铃薯铺底 昆山台商空运到北京的台湾雕 以类似一叶干的方式熟成 加入橙皮橙汁和香草烤制而成 这个鱼呢 我们的做法就比较特别 我加了一些那种地中海式的调料 然后包括就是香草 还有甚至于日本的味噌 整个的混合在一起 甚至于还有一些新鲜的橙汁 他亲自料理每一道菜 并仔细地跟客人解说烹调方式 这是一种是有泥粉的 或者比较有温度的一种味噌 这可能有的时候你可能在一些 哪怕高级餐厅吃 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风格 而且还挺感动 就是感受到这种厨师或者说主理人 有用心对自己对美食的理解 我在北京来过很多次 但是从来没有发现 有这么有格调的一家店铺 北京的很多店都是 作风都是比较粗犷派的 因为我们来自南方 对就是喜欢一些小资 实在有格调的地方 它不像一个商店铺 它比较像一个 他们要关注食物和店铺 你也不能在家 这是中国茶喝的怪吗 没有 这是给我的礼物吗 谢谢 好感人喔 是什么 我的焦 餐厅才开业两个月 这对夫妻已经来了好几次 不仅带来礼物 还带朋友一起上门 二 三 再单 学电影和戏剧出身的贴布导演 喜欢为客人拍照 他能拍能写 和担任外景主持人的林芳 是最佳搭档 在餐厅开张之前 他们主要做旅游宣传 足迹编辑台湾大陆和海外 拍摄旅游视频 在大陆网站和飞机上播放 出了三本旅游书 他们带着从各国吸纳的养分 在这个空间里沉淀 人一定要走出去看世界 因为其实在这 不管我们写了文章拍的视频 还有就是我们做这所有的空间 其实做所有的养分 如果没有去信走这么多地方 你是没有这些养分去完成的 举个例子 像这边当时的红砖保留下来 我跟他讨论说 我们去过德国的那个土教宫 感觉就很像 我就说那我为什么 不用酒教的概念来做 否则的话红砖墙 举个例子在台湾 它可能不是这个样子 它可能会做成台湾的旧 古早味 但是其实这个 跟国际的接壤是接不起来的 觉得有个国际的视野和国际观 然后你再回来做任何很微小的事情 你都可以做出一个不同的气派 靠着自媒体宣传和老顾客的口碑 餐厅定位几乎天天八成满 但他们不会停止旅行的脚步 正在筹划年底的瑞士之行 要带回更多的养分 去年大陆家政行业的市场规模 高达1.6兆人民币 那么预估呢 未来四年将保持20%以上的成长 这一时的这个行业呢 分工越来越细 一切必须要向专业看齐 像育婴师不只要有证书 那么光是懂得带小孩还不够 你还得要学会儿童按摩跟推拿 另外呢收纳整理师也成为一门新兴的行业 不只要整齐还要有疗愈的效果 那么这些专业的家政妇 也就是大陆所谓的阿姨 每个月可以为自己创造 折合台币十多万的收入 说话有其实温柔的 说话是有首饰的 您好小姐 我来上班了 宝贝您好 太婆婆您好 亲身信誉 仔细教导 董阿姨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现在家政行业 不单身是大孩子 找地做饭 而是像一个标准化的程度发展 学员全来学家政服务 在大陆这样替雇主洗衣 打扫雇小孩 成为阿姨的这份职业 逐渐走向专业化 我们需要做一个 想而推拿的方式 然后帮她解决这个问题 从普通的阿姨做到培训老师 懂阿姨不简单 不光是育儿精 倒背如流 人体的经络穴道也都懂 相关证照就拿了十多张 因为想要薪资跟着涨 证照技能不能少 三四千吧 然后慢慢地做到 证拿到多了 然后被库主认可了 然后工资就大概七八千吧 我觉得现在这个行业 比较有发展 不少家政富把她当指标 盼有朝一日能在家政行业 窜出头 不过想要和她一样 成为月入十万的顶级阿姨 可是挺辛苦 结束完四小时的课程 午餐也来不及吃 还得赶往顾主家 宝宝要洗澡了 一到顾主家就先帮宝宝洗澡 有专业孕音师执照的董阿姨 总是能轻松就搞定baby 而且过程中不断与心声而对话 宝宝来 来做些同学的按摩 好舒服是不是 多个人要互动多说话 一只沟通二只宝宝 在这方面可以起个早教的作用 其他一个月得花上比一般阿姨 约五倍的薪资 雇主们仍舍得花 去年大陆的家政行业市场规模 达1.6兆元人民币 预计未来四年内 还能保持20%以上的成长 也让大陆的家政事务被视为一大伤机 拿起来就这样抽一下 然后衣服就翻掉了 又乱了 对 好像经常白叠了 翻翻衣橱三两下 就能点出你的生活毛病 堆积庐山的衣服 该怎么放进有限的空间 可以稍微放得少一点点 因为它中间有一个空隙 你要给它有一个空隙 然后把这个上面的这一 结一个口袋拿起来 然后把下面推进去 不只折衣服有配方 还得运用色彩学做区隔 我看一二三四五六六 六件白子 你都分得清得一件吗 不太分得清 所以我建议的话 比如说我们用其他颜色的 把它进行一个分隔 他韩艺恩 从事的正是最近在大陆崛起的 新兴职业收纳整理师 收纳师和清点人员最大的不同 他会根据你的个人的个性 还有生活的习惯 能理出一套专属于你的收纳法 光是这个梳妆台 不光是整理好就好 它的排序是有讲究的 打开冲题 一二三四五六 从右边开始 从右边开始对吧 好 第一步我们先做 先画什么的 先可以拿出来 隔离 隔离 OK 根据化妆的前后顺序 摆放收纳 凌乱的梳妆台 瞬间井然有序 自创的整理术 让这位整理达人 红到BBC 不过在这之前 他可是吃过不少闭门根 那个时候因为 没有任何的方法和门路 所以只能自己去做各种各样 莫名其妙的尝试 对 然后还有就是印卡片 那基本上大家都看一眼就扔掉了 靠着挨家爱户拜访 免费体验 花了两年的时间 打进市场 现在行情相当好 一个小时台币2500元 每月至少60个小时的预约 算一算 月收入至少15万 未来的5到10年 它基本上是一个高速发展期 因此不少人也前来抢市商机 最重要的部分叫做什么 取舍 对吗 所以你们去客户家上 这边有整理师吗 这门整理经上一次 进台币5万元 学员来自各行各业 全职从事这个职业 大概半年 那你现在还当你们老师吗 我已经不当了 我相信是我将来 在室内设计方 行业当中一个优势 我觉得20%到30% 是没有问题的 从英文老师到空间设计师 全朝着专业的整理师迈进 靠着端舍离 不只教会别人打理 也盼理出一套身材之道 你所收看的是中天新闻 开放新中国节目 我们接下来镜头 带您到甘肃的麒莲山 我们要看数百名骑士 在骏马上演绎这场速度 与激情的赛马比赛 也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日早上9点半钟 准时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